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定,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电影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非常的有趣,那就是领寒原 故事发生在1978年 12岁的大卫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虽然大卫和弟弟的关系确实不怎么样 两个人经常吵闹,但毕竟自己是哥哥 12岁的大卫还喜欢隔壁的一个小女孩征服你 经常偷偷的用望运镜看她 这不是偷窥吗 爸爸知道后教导她怎么搭上女孩子 但大卫非常的害羞 当天晚上,因为弟弟还在树林那边藏地玩耍 妈妈担心弟弟不敢穿越树林回家 所以让12岁的大卫带她回来 可也是因为这次在大卫带着狗狗穿越树林的时候 不慎跌入到一个小山谷内 最后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原本大卫以为弟弟肯定回到家里了 可是当他迷迷糊糊回到家里的时候 发现开门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而自己的爸爸妈妈竟然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最后这家住户报警了 小男孩大卫被带到了警察局内 而从他提供的名字和家人的信息 警察查到了关于大卫曾经失踪的消息 简单的说,就是他的父母搬走了 而且当时的群人启示有发布过 可是那是在8年前的事情 而此时并不是1978年 而是1986年 在警察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父母都老了 而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姐夫 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男孩 为了找出为什么大卫才12岁 父母把他带到了医院内警察身体 却发现没有任何的异常 另外一遍,美国航天安全部的刘医师 发现了一艘漂亮的太空船 不过这个太空船直接撞到了电网上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当他们把飞船运送回基地研究 发现这个飞船根本没有缝隙进不去 与此同时小男孩大卫在医院里面接受检查 在头上带上了很多奇怪的装置 为了测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甚至还为大卫测款 不过这个测试的过程中 大卫的脑电波似乎在电脑屏幕上构建了一个飞船的模型 而且这个模型和寒天局发现的太空船是一样的 作为寒天局这边肯定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一个12岁的小男孩失踪了8年 回来后脑袋中竟然有太空船的徒子一类的 所以刘医师来找大卫 表示给我48小时时间 你和我去航天局 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但是一到航天局这边 大卫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内 让他先看看电视 在这里他认识了女孩卡若林 他负责照顾大卫 但因为消失了8年 很多流行的甚至当下的总统是谁 大卫都不认识了 所以看电视的时候 他也觉得索然无味 并且在大卫和家里通电话的时候 刘医师全程监听 大概就是不想他说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 而后刘医师对大卫进行了测试 询问他最初掉入山谷内发生了什么 但实际上他根本不记得 可是电脑屏幕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文字 还能回答刘医师博士的一些问题 最后大家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大能源被塞满了一些数据 原来大卫和飞船有着关联 并且飞船所在的艾伦星球 距离地球相当于560关联 这就可以解释了 如果大卫是以超光速旅行 那么假设他离开了4.4小时 但是地球上已经度过了8年 这可把小男孩给吓坏了 他逃回了宿舍这边 原本以为48个小时后他就能离开 却从卡洛琳这边知道了 下周的用餐表里面也有大卫的名字 显然刘医师不会那么容易让大卫离开 大卫非常的生气 他哀求卡洛琳联系聚的父母 告诉他这个事情 而晚上的时候 大卫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 在向他求助 并让他躲在了RALF的机器人里面 最终避开了安保人员 来到了飞船所在的位置 飞船还主动打开了超忙 让大卫进去 并从这个飞船的智能AI口中得知 大卫脑袋里面有他要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料 并说现在的大卫是领航员 这可把小男孩弄得一脸闷闭 但没多久 飞船的门被打开 被安保人员发现了 最后刘医师还有其他的科研人员 全部聚集到这里 也是在飞船的帮助下 大卫逃离了这里 不过智能AI需要他下达命令 大卫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表示要不先带他去20英里之外吧 但是人和智能AI还是有区别的 大卫说的20英里是横向的 飞船理解成垂直的 直接飞到了太空去了 还好他后来正确的执行了大卫所想的 先停在了20英里外的地方 大卫表示他要尿尿 最逗的就是这个智能AI 不知道尿尿是啥意思 甚至还学着牛的叫声 从他们两个的对话中 我们才知道智能AI是从飞龙被派往各个星系 去采集生物样本进行研究 最后会送他们回去 而到了地球上 大卫就是被他们选中智能 却因为回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撞到了电网 才导致大卫往回来半年 看到这里我在想 这个飞船真的有点飙 电网都能撞上 不过在地球上的大卫 脑袋只开发了10% 所以智能AI把新技图 重录到他脑袋里面 看看会发生什么 结果泄露了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 还是啥 这句话我没有理解 大概就是说 好像也没有啥太大变化 与此同时 NASA相关部门都追来了 最终大卫和智能AI达成了协议 送他回家 然后他把脑袋中的新技图 归还给智能AI 之后这段真的非常的有趣 大卫驾驶着飞船上天陆地 甚至先躲在了海洋底下 而大卫也从飞船内 发现了其他纤细的生物 当然有的很丑陋 甚至能吃人 有的萌萌达 特别是那个淘气军灵 来自普卡麦娜星球 可惜此时 他的星球早已经毁灭了 大卫和这只小生物 成为了好朋友 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啥 另外一遍 大卫的父亲打电话到航天局这边 询问记得儿子的情况 刘医师只能先敷衍过去了 想从他这里知道小男孩去了哪里 可惜啥也没有问出来 最后他们只能通过卫星 监控飞船所在的位置 电影最多的一段就是 智能AI原本非常的正经 但是在提取大卫脑袋里面的星际图的时候 竟然把他的一些经历 思维都提取了出来 最后这个智能AI变得非常的不正经 还很调皮 然后带着大卫那次各国的跑 先是跑到了日本 然后来到了旧经商 但因为跑得太远了 不知道所在的位置 所以他们是要先找个车子问问路 但是你说用飞碟一类的飞行器问路 能不把别人给吓坏吗 最后他只能找到了一个乡村这边 准备打电话回家 而那名商店老板看到飞船后 整个人都待住了 但是在这里 大卫也终于联系到自己的弟弟了 弟弟表示 我会在一晚的时候放烟火 你就能知道咱们家的位置在哪里了 最终虽然大卫找到了家 但是此时NASA相关的人都唯独在这里 原本大卫是准备下飞船的 但如果下来后 估计他以后一辈子都要被研究了 他最终选择了回到飞船上和父母道别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因为智能AI告诉过他 能够送他回到原来的时空 但是风险非常的大 稍有不胜 可能大卫就会消失在穿梭的时空中 还好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大卫回来了 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弟 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也原谅了自己调皮的弟弟 原本我以为这是摔入山谷的一场梦 但是那个小精灵的出现 否定了我的猜想 这部电影在小时候看的时候 原来我的太空梦 飞船梦 外星人梦等等 遨游天空 谁不曾幻想过呢 不知道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